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怎么怎么离了40年蝙蝠身上头头是道 那么现在宏观的一个病毒在全球传播的趋势依然是符合流行病学的一个预计 就是一个大规模传染病它持续的时间越久 它突变出来这些毒株的传播性就越强 毒性应当会降低 但是因为人一波一波的像最近国际疫情防疫又在高位 大家会想一个为什么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发展国家面临复产的问题 自由的问题比较严重 发展中国家面临孩子要去上课 这个问题连带的家长也去接送 整个城市的通勤行政管理一起要跟上是个巨大的问题 典型的国家比方说南亚那些国家 孟杰拉印度都是那样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从多方面讲一下宏观全球防疫 每个国家面临的和每个地区面临的问题 由于各个地区之间的物资人才技术 还有政治方面的影响 这个文化搞什么物文化之类的原因 新冠疫情的蔓延 你想到今年有个结尾就绝对不可能 这个和我们看到眼花缭乱 你方唱吧 我登场的变异毒株名字 是相互印证 那么最新的一个得到社会组织认证的 是μ毒株 希腊字母一共24个 那么现在差不多过半 之后到底是不是我们之前预测的 说你这几个字母到底够不够用 成了问题 但是事实上按照全球的一个地区来算 剩下人口非常密集 没有在那里发现变异毒株的也比较少了 非洲发现了三个 南美发现了四个 那么μ毒株就是首先在哥伦比亚发现了 哥伦比亚他跟美国的联系是比较近的 那不是美国那么喜欢的哥伦比亚 是哥伦比亚叔叔的大麻 还有私人定制的毒品 这类东西让美国非常的头疼 那么由于拜登又持一个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 那么从南美源源不断的难民入境 加上劳工要进入美国的边境 进入美国边境之后 他不像我们这样有强制的政府来统一管理 并且是比较科学分配的 大家是封闭式隔离 他都是自愿型自我监督型隔离 所以说非常快 μ毒株是传播到了美国和英国 欧洲也去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今天的新冠却的命令 是一天大概是20万 现在死亡人数已经到了68万 要充70万 美国的媒体还是比较专业 这些比方说科学美国人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 在美国这个政治战事队 在董王任期的时候 疯狂通缉说他的防疫是一无是处 但是现在说拜登政府 这个是防疫有方 劝这些美国人还是要去打疫苗的 即便昏日疫苗 我们等一下会说 已经被证实对这个μ毒株 他的有效率又是大幅下降 说不要紧 反正他不会比Delta更差 那我们知道美国 他这个防疫是遭到Delta的巨大打击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 现在这个风升起的时间非常有意思在横左标上面 在董王下来的时候是一个风 现在拜登又是一个风 配上阿富汗的失利南边移民的问题 CN昨天发了一个社论说 董王永远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一个好处 就是在拜登当总统的时候 董王永远可以在底下当影子总统 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凭什么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他 他能当影子总统呢 无非是拜登一个选民程度 你做不到嘛 说一起能治理不能治理 阿富汗撤军一塌糊涂 南边的移民还要花花的放进来 哪一条你做到都做不到 所以说这个乱象保守期间 在持续一年败载 那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谬毒株和别的毒株 到底有什么不同 还需要感谢一下我的好伙伴 派老师 他那个病毒学上面比我专业的多 他找到了一张非常有趣的图 上面呢是已经得够病的康患者血清 下面呢是辉瑞疫苗 两种不同的病毒抗体 在碰到不同的变异毒株的时候 他们的有效率下降的一个对比图 上面是康患者血清 下面是辉瑞疫苗 也是打的最广泛的美国 我们发现啊 框出来的这个9612.4 下面写的是μ 对吧 μ毒株是现有的这些 别管什么α一直数到λ 最低的一个 说明他对康患这个血清也好 辉瑞疫苗也好 抵抗力是最强的 第二强的是β λ都入如μ 而如果我们和α标要击比一下的话 μ对康复传者血清的抗性 如果比较的是最左边新冠原始 当然现在没有新冠原始毒株 这个珍惜这不得了 是抗性增加了12.4倍 那如果我们和现在世界主流传播新冠毒株 Delta相比的话 Delta的抗性是4倍 意味着μ对人类先天产生新冠抗体的抗性 比Delta强了3倍 这就离谱 我们这样觉得世界大国印度它出来一个什么 大家都不意外 但是要考虑到印度在美国它是有非常多生物技术人才的 而且在印度本土也是有非常多制药业的巨头和大厂的 只不过这些人在外国买办法 不妨印度做疫苗就是了 印度民众直接就去围住啊 他最大那个印度血亲 普纳了 血亲研究所 老板 那个老板直接就乘斯人飞机跑到英国去了 脱胎袋全到英国去 然后还叫Nature 屁颠屁颠的给他写了个人物传记 说哎呀 我怎么心系国家 我印度人民 我永远支持你们 人跑到英国去 Nature 那我们知道Science它是美国杂志是吧 Nature是英国杂志 屁带屁带跟他写什么人物传记去了 所以这两年什么事情都是 我觉得能吹一辈子 我从小就觉得Science Nature这种科学顶级期刊吧 就是那种哇 不能了的东西 没了也要吃饭的嘛 所以说印度跟南美 如果我们真的冷静下来想一想的话 或许它在医药方面的研发和技术 还有人才优势 还是要略胜很多的 像现在的南美 它这个基因测序 就是你得了新冠 我们得测证你是什么新冠 是吧 它的基因测序只有0.3%到0.5% 那美国国家地理上 还安慰他们的读者说 我们要比南美洲领先了不少 我们这边测序能到1.5% 美国1.5%的测序 你去跟南美洲发展中国家比0.5% 不知道这个优越感在哪里 那马上说英国也很好 英国9.5% 那你怎么不说中国100% 得了就测对吧 所以这边就重大一个想法 就是认为印度它这个变异毒株 一定会比南美洲发现的厉害 那想想还有非洲呢 对吧 非洲那边 你说印度这边霍乱厉害 非洲那边黄热病 登格尔 埃布拉 我们说的斯维斯兰 总人口27% 全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所以说大家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变 那第二个对比的就是 我们发现疫苗的风 对比康普患者血清 对病毒的抗性 是要好一些的 但是差不多呢 把这个μ跟Delta比一比 也是三倍的关系 所以我们通过现有的科研依据 这篇文章是日本学者做的 两天前发的 热乎的 哎 滚烫的啊 这篇文章 那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推断 就是μ对于疫苗也好 抗肤患者血清的抗性 要比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Delta 还要强了两到三倍左右 于是我看到在科学美国人上面 已经有读者在问他这个杂志了 说灰日疫苗 Delta这个有效率只有71%了 那你μ再比Delta强个两倍 你这还有有效率吗 世卫组织定的这个及格线是50%吗 那你如果是两倍的话 你这Delta是71 除以二什么意思 三十几 那不跟不打一样吗 科学美国人的官方回复是 官方回复 起码打了没害 我就原来他们说 我这打的一定有用的 现在都打了没害 所以说这个说话的艺术 情商都非常高 而不说打了没用 第二张图我们来看一下 μ到底变异了些什么 我们知道每一个变异毒株上面 它因为它都是我在这一块地方 居民这个饮食习惯 什么文化习俗 聚集的时间估计都不太一样 有的地方有夜生活 有的地方没有 吃喝拉撒不一样 所以说每一个病毒都有独特的变异毒株 那这个表格是统计出来 最上面我们看到最毒的那几个 B1351 这个P1116172 也是Delta 我们发现把它变异的那几个D614G E484K N501Y 加上P681位点 还有Y144位点 全部都在μ上面有所体现 意思是说虽然生物学上不存在说 这边 不存在这种东西 这两个加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东西 但是 那有可能说地区的人口 得了一种之后 再得另外一种 那么从他们身上变异 能够在这个已经得过两种的情况下 活下来 并且大规模传播的病毒 应该是要比第一波传染 第二波传染 更厉害 有所提升的 如果你没提升 你肯定慢慢走向灭亡 如果你有提升的 之前我没抗体 哗哗哗一下又传染上去 这个是自然选择 那么能够自然选择出μ 也说明了在南美洲 他这个防疫 不管什么原因 反正是做得不到位 因为做得不到位 所以民众该得的都得过了 你这个地方能够在大流行 被全世界注意到的时候 那这个毒株就是非常厉害的毒株 所以我们在这张表格上看到 这个μ基本上是把别的毒株 最精华最厉害的那几个变异 全都有 比方说著名的又能逃脱抗体 又能增加传播的 E484K和N501Y 我们已经听到耳朵都减了 这每一个都有这个都是不得了 再加上一层传播性的 第6到4G 基本上是全民新线人 还有 摩高多尔的媒体 说他们考虑可能有人畜攻换病的可能 所以说他们本土的μ还发现了 人类还没有看到过 这样我们上次说 纽约下水道的老鼠 他们说是传染了鸡 当然这个是他们的小道菜 他们现在没有能得到 纯净的病毒毒株样本 送到发达国家去检测 那就成了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了 是吧 他对他本土的流感毒株 向美国宣示主权 像俄罗多尔一样的 我自己没有这个科研技术人才 我能分离出纯净了 分离出了我也没得测 我得给你美国测 你美国测出来 搞了一个新疫苗 你又不给我打 你那个价钱 优惠价格 我都买不起 我这边毒株送去给你研究 你回头研究出来了 赚全世界的钱 然后下面什么红字写的 本疫苗 尽用文瓦多尔发现的 新冠变异度 就什么什么研制而成 把我刻在历史的取武柱上面 好处全你了 黑锅全我呗 人家干嘛 估计都是不干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又涉及到一个 全球疫情的协调问题了 WTO会出这个筒吗 不出的 就要坦德塞这两天 左右横跳 所以说Mute传播 又是势不可打 对我个国来说呢 防疫的压力是很大的 讲到这里呢 大家觉得 什么东西纸上谈命有点虚 我们来点实打 拉出来66 这张图非常劲爆 信息量非常大 在它的纵坐标右边 这条虚线 底下写的0.0的 是最初的 我们说第一波传染 全世界的这个读注 B117 以它的传播增长为基线 跟它相比 不是跟普通新冠相比 我们知道B117 跟普通新冠的传播率 大幅增加 对吧 以它为基点 比较别的 现在的什么 Delta Mu 它们的传播率增加了多少 我们看在纵坐标上面 这些名字 1351 AYE AYE AYE和AYE 都是Delta的好徒孙 可以说 都是从Delta的变种 精心挑选之后 战斗力比较强的是AY3 那么AY3和也是Delta的变种 16172和1621 有现在的Mu 它们的传播 如果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到底是谁能胜出 说人话 就是养骨了 在哪里养呢 在英国 这里必须要为英国人民 为科学无私奉献的精神 鼓鼓掌 没有他们的付出和科学家 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没有我们空调吹着 饮料喝着 在那边谈什么新冠病毒的传播 到底哪个厉害的 英国人民的科学奉献 值得感谢 对比一下美国人 美国人感染的比英国人多的是 他出这个 他不出这个 那么回来说这张图 我们发现最靠右的 有一根小黑线 是什么AY3 AY3是Delta里面 最蒸汽的这个图孙 它甩开了1621 差不多是1.7 这个位置 甩到0.8 它要比μ厉害得多 但是μ呢 它比别的Delta的升级板要强 而且甩开普通的B217 等人家普通 它也是变异 甩开它整整一个传播系数 说人话就是 假如你这里广泛传播的 没有AY3 那么山中无AY3 μ就称大王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数据 我们注意在纵作标上面 这个1 作为基建 高于1 也就是我们说以色列那期的时候 国家防疫政策也好 打疫苗也好 这个禁止狙击也好 反正你得把这个线 它的高度降在1以下 说明这个疫情有可能完 只要高于1 就是今天传一眼一个 明天1.1.1这样成了 我们发现高于1的两个 一个就是B.1 后面省略 这个就是μ 另外一个就是Delta 那说明这两个是能长期存续的 后面一波全世界宏观疫情大流行 你Delta完了之后 搞不好就是mew 说白了就是这样 因为你已经到欧洲和美国了 你能占领这两块地方的人口 大肆传播的话 别的毒树当然搞不过你了 而对于到底之前出版的 那个疫苗有没有用呢 目前零星的在西方国家 也有一些没有办法拦得住的研究放水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 是重症 首先它是重症 那么这个护士 他已经打过了两针疫苗 他得Alpha的时候就突破感染 Alpha是B.1.7 我说人话就是他打了普通新冠的疫苗之后 被Alpha毒株突破 然后感染了 感染了Alpha好了之后 又被Delta突破 又感染了 那么感染了Delta好了之后 他这个身体里面不是有康复患的血清吗 来记得第一张图吧 各位 第一张图说明什么 对于mew来说 Delta康复患的血清 没有什么用 我不希望诅咒他 医务人员我非常尊重 但是你这个的的确确你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问一个问题 宏观的 就西方国家正对普通情况研制出的那针 MR疫苗 面对现在琳琅满目 各种乱七八糟 混在一起的各种变异病毒轮番进攻 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问题反正真的要感谢中国的政府 不用中国人民操心 具体情况还是要等美国和英国等一众发达国家 他们这个新的数据出来 再跟大家分享了 感谢观看